今天说一说浪漫之都巴黎 巴黎是法国的首都 拥有超过1400年的悠久历史 为什么要来巴黎呢 原因一奥运 原因二浪漫 原因三景点 巴黎有数不尽的景点 如你还不知道有哪些必打卡的景点 那你一定要继续看下去这个视频了 我也会讲解如何到达景点 地铁哪一站 那一条线 附近的景点推荐 影片后面的还有片尾彩蛋 埃菲尔铁塔 首先第一个出场的 就是耳熟能详的埃菲尔铁塔 它位于塞纳河南岸 是巴黎的地标建筑之一 铁塔建于1889年 高达324米 本是为了世界博览会的举行而建立的 如要登顶 推荐提前在官网购票 晚上探照灯和灯泡 会制造闪烁的效果 每个整点开始闪烁五分钟 璀璨夺目 凌晨一点才熄灯 埃菲尔铁塔作为法国著名的地标建筑 身为旅客的你当然要去打卡拍照 以下是我个人推荐的绝佳拍铁塔地点 夏乐宫 战神广场 大力山大三十桥 罗浮宫 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 以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 艺术熏陶的绝佳圣地 卢浮宫始建于2014年 曾经是法国的王宫 居住过超过50位国王和王后 超过三万五千件馆藏 其中最著名的三大珍宝 蒙娜丽莎 胜利女神 断壁维纳斯 建议晚上来被域名设计的玻璃金字塔拍照 卢浮宫金字塔入口是排队流量最大的 可从地下快速通入口 如Cheracell du Louvre直接进 乘坐地铁一号线到Louvre Rivoli站 也可坐地铁一七号线到Play Royal站 参观博物馆后 可去杜勒利花园 非常适合散步拍照 也可选择漫步到艺术桥 巴黎圣母院 Notre Dame de Paris 接下来是巴黎圣母院 位于塞纳河中央的西提岛上 哥德式建筑的矿石杰作 圣母院约建造于163年到1250年间 虽然大火后内部仍在努力赶工维修中 外观现在已经很有观赏性了 目前官方宣布的是24年12月开放 期待它重现昔日的辉煌 宁可搭乘地铁M4线到达Side站下车 或搭乘RERBC线 Saint-Michel Notre Dame 开完圣母院后可以去莎士比亚 去巴黎圣母院仅步行5分钟 旁边就是世界最美书店之一 莎士比亚书店 每天来这里朝圣打卡的人超多 可惜室内是不允许拍照的 蒙玛特高地 蒙玛特 艺术气息非常浓郁的蒙玛特 位于巴黎市中心以北18区的一座小山丘 最知名是圣心大教堂 巴黎的天主教宗座圣殿 修建于1877年到1923年 白色的圣心大教堂 风格奇特 既像罗马市 又像拜占庭市 绝对不容错过 排队进教堂参观 教堂前的小广场是俯瞰 巴黎全景的最佳地点 也可探索小秋广场 这里是著名画家的摇篮 李如毕加索 艺术家随身携带他们的画板 提供肖像画服务 蒙玛特被誉为艺术区 这里到处都是非常艺术片 最浪漫的打卡地如爱强 玫瑰餐厅 葡萄园 温馨提示 请注意保管好您的财物 警方扒手 18区晚上治安一般 因为蒙玛特山下的皮加尔是红灯区 蒙玛特上下坡较多 请准备一双舒适的鞋子 凯旋门 凯旋门法国荣耀的象征 是巴黎中心最知名的地标 凯旋门位于戴高乐广场中央 1836年全部进攻 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圆形拱门 游客可以穿地下通道上到凯旋门下方 最感人的地方 莫过玉门廊下方的无铃烈士木 登顶需爬284楼梯 俯瞰巴黎市井的绝佳之地 全价票16欧元 许多游客都喜欢在小小分隔岛上 马路中间打卡 不过车流量很大 一定一定要小心安全 出站就可以看到凯旋门 香榭列社大道 小玉全球的名店大街 是巴黎必去的经典打卡地 LV行李箱装饰的酒店 也坐落在此街道上 女人的购物天堂 这条大道还有营业到凌晨一点的快餐店 咖啡馆 精品店和电影院 香榭列社大街位于巴黎第八区 从这里可以一直走到协和广场 如何到达 共有三个地铁站 巴黎歌剧院 金碧辉煌巴黎歌剧院 建于1861至1875年间 非常推荐来看一场芭蕾或歌剧 内部布满巴洛克式的雕像 挂灯 绘画等 就像是个装满了金银珠宝的首饰盒 交通资讯 搭乘地铁三 七 八线 G Opera站 搭乘RERA线G Opera站 参观歌剧院后 就可到老货也百货公司 一站式购物的最佳商场 一共有3500多个品牌 卢森堡公园 Jardin du Luxembourg 位于拉丁区中央的卢森堡公园 是一处风景如画 生机盎然的公园 建于1612年 原本是法国王后的宫殿 公园里还拥有106令人惊叹古典的雕塑 坐在公园的绿椅上 看着来往散步的人 享受如画般的时刻 Emily跑步的地方就是在卢森堡公园 当秋一农时来卢森堡公园很舒服 园内环境也好 适合拍照打卡 游客可以搭乘地铁RERB线的 Luxembourg站到达公园 闲逛公园后 可去邻近的仙咸堂 彭皮度艺术中心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现代艺术博物馆 这里的长设展有很多大事之作 因为外观像工厂 又被称为炼油厂或文化工厂 入厂费是17欧元 周二会关闭 自动扶梯可到顶层阳台 耐得景观很好 如何到达地铁Renbuto 11号线 参观完后 可去马黑区巴黎文艺朝人街区 拉德方斯新凯旋门 位于法国巴黎最著名中卓县末端 这个高110米 深112米 横跨度108米的巨型门 始建于1984年 造型挺拔向上 别居一格 拉德方斯是巴黎都会区首要的中心商务区 拉德方斯是欧洲最大的公交换乘中心 RER 高速地铁 轨道交通 高速公路等都在此交汇 如何到达1号线和RERA伊拉德方斯站 以上是我推荐巴黎的十大景点 除了这些你心目中有哪些景点呢 请在留言区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这篇攻略视频不错 别忘了点赞 订阅 评论和分享哦 会介绍这两年人气极深的景点 还有巴黎奥运地区的一个地方 沙马利丹百货公司 周杰伦的MA最伟大的作品 就有在这里取景 圣马丁乐盒是法国巴黎一条风景融化的乐盒 很适合散步 会约上朋友小剧 奥运与球就在这里举行 记得来这里支持你所喜欢的球员 记得订阅咯 再见